我 我在運動 我在煎萵蘿蔔糕 我正趕著上班 我要趕著去上課 這個時候 我們都在聽 夏製品製作主持的 早安台灣 早安台灣帶給你 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名义表达 对 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是2024年的4月9号星期二 志平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为您来探讨 各位 上个礼拜发生的 这个4月3号大地震 我知道各位都吓坏了 那么今天我们为您来探讨 我们要访问的是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策报中心主任郭凯文 我们请他来带您了解什么是地震 还有你收不到地震的预警警告的时候 你心里面又怎么去想它呢 这当中都有很多美感 来 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 又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想必啊 4月3号就上个礼拜发生的这个 呃 一场地震了 各位应该是余计游存 各位还记得吗 4月3号的早上7点58分 台湾花莲县的这个近海发生了地震 持续了将近有一分多钟 那么台湾全岛都有明显的摇晃 而这场地震的阵央就位在北纬 23.77度 东京121.66度 它的地震规模是达到ML7.2级 或者是举规模达到MW7.4级 那震源深度是15.5公里 那么这在台湾这么频繁的地震次数里面 各位听众 您了解地震吗 那么今天早上呢 我们就特别为您连线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 主任郭凯文 我们请郭老师来为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解惑 老师早安 早安 主持人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谢谢 谢谢主任一早介绍我们的访问 主任我想先请教您 就是这场地震 号称是921地震之后 台湾最大的一场地震了 那么首先请教老师 这次地震的成因是什么呢 地震的成因 其实我们台湾所有的地震的成因都可以解释成 就是那个菲律宾还赶快 每一年 向西北方向去推挤 然后那个 挤压到那个台湾 那 因为它是向西北向的嘛 所以向西的话 那个海岸山脉就跟那个 中央山脉撞在一起 好所以那个向西的就是一个向西推挤的那个造山的这个力量 然后这个力量呢 会渐渐传到那个我们西部的一些活动断层 那活动断层 它平常是锁住的 是不会随便动的 那但是能量累积到某一个程度 这时候破裂 那个固定的 那些互相卡住的那个石块 如果破裂以后 就会发生那个 比较那个滑动 那就就是产生了那个地震 那滑动的这个面积越大 它的那个规模也越大 那这是西部的活动断层 那东部的话 它就是最主要就是 两个直接板块 在中央山脉那边碰撞几下 所以我们东部的地震也蛮多的 然后另外有一个 我们刚刚讲到菲律宾海板块 是每一年向西北大概七公分 那分成两个力量 一个是向西 那另外向北的话 它就是从琉球海沟那边 就开始往北那个 就是引没下去 那个菲律宾海板块引没到 路板块底下 然后那个就是越往北 就越深 像如果说台北盆地的话 台北盆地的话 大概在我们脚底下的 大概90公里100公里的地方 是有菲律宾海板块 在我们的脚底下的 那这个这个海板块在底下的话 就会造成那个除了地震以外 还有火山温泉 所以我们的那个龟山岛 还有我们的大屯山是火山 那那边也有蛮多的温泉 原来如此 可是老师啊 我们在新闻里面读到一些名词 是我们不太了解的 像比如说我们在新闻里面念到 什么叫做逆冲地震 逆冲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逆冲 其实我们断层有三种 就是正断层 逆断层 逆断层就是逆冲断层 那另外还有一个平移 滑移的那个断层 那我们台湾绝大多数都是逆断层 就是那个北部 我们台湾有一个三角断层 是正断层 正断层它英文是normal fold 就是一个正常的断层 它就是说张力 拉张 那拉张的话 那个东西就是顺着地心引力 那个掉下去 所以这个是叫normal fold 就是正常的断层 那逆断层 就是它是推积 所以那个盐盘 它会顺着那个断层面 那个就往上会缩短 地壳会缩短 但是会有造山的那个作用 就会提高 那那个本来两个平行的那个地层 那个因为受高的 受到挤压的关系 而且地壳缩短 所以就会往上抬身 所以那个逆断层就是这个意思 那平移断层的话 我们台湾也有 就是那个台东重骨 那个最长的那个断层 就是贝利宾海板块 跟那个欧亚大陆板块相接 也就是海岸山脉 跟那个中央山脉 中间的那个台东重骨 就是一个平移断层这样 那可是有没有说啊 这种所谓的正断层 逆断层 或者平移断层 它所发生的地震 哪一种比较 伤害比较大 这个我可以这样去看待吗 单单从名词 那个没办法判断说 这三种哪一种的 那个破坏比较大 但是就是说 主要是看规模 如果说你规模五以下 那那个三啊四啊 那个就小小摇一下 正常的能量释放一下 那五点几也还好 六六以上就可能 就是若是在比较人口稠密的都会群 就有可能造成灾害 那气上的话是大地震 叫做大地震 那个是一定会有房屋受损 会有人员伤亡 这样子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 我们请郭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一些地震的专业知识 我相信大家在感受到地震的带来的恐惧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能忽略到我们对地震的正确的认知 主任我想继续请教您 就刚刚我们在请教您问题的时候 您回答我们就说 这个要看地震的强度来决定损害的这个程度 那通常我们在测量地震强度的时候 使用的是瑞士规模 这个我们从小就这样被教育 我可不可以也请教老师再一次为我们解说 什么是瑞士规模 那我们看到新闻中页写到桌子 地震规模达到ML7.2级 举规模是达到MW7.4级 我想可能一般的听众并不是来这样的了解 那么所以我想请教老师 什么是ML 什么又是举规模 还有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麦卡利震度 老师这些个专有名词好多对不对 对 其实规模是一个地震的大小 就是它释放多少能量 那你刚刚还有讲到一个麦卡利震度 那个震度跟规模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震度就是同一个地震 一个地震就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规模 那震度的话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921发生地震 震阳是在那个极极嘛 那个台北摇晃的那个程度跟那个朝元 还有那个跟台中就不太一样 就是各地都会有不同的那个震度 那那个麦卡利震度它是分成12级 那我们台湾用的那个震度 现在是有10阶就是012345 那个5的时候就把它猜成5弱跟5强 6的话有6弱6强还有7级这样子 所以跟那个麦卡利那个12阶的那个震度 也不完全一样 就是说那个所以震度各国的用法都不一样 然后同一个地震 各地的震度也都不一样这样子 就像我们这次的地震 那可能可能那个台北是5弱 然后那个宜兰是5强 震率16级16强 或者是就是你会听到各地有各地的震度这样子 那什么叫做举规模 举规模是美国在用的 因为美国它有全世界的那个地震王 那其实在算那个规模的时候 有不同的算法 美国因为他们是测世界的那个地震 他们的地震区规模要用到那个 就是整个计算整个破裂面的那个长度宽度 就是大小 然后它的摩擦力多少 反正它有它的算法 那那个像日本 我们这次地震ML 是瑞士规模吗 那主要就是它模拟有一个那个 不得安的神的那个标准的那个地震影 然后距离镇样若100公里的地方 它画出来的那个大小会有多大 但是那个都可以去模拟它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不会说刚好在 跟央的100公里外面 那个放这样的一个地震影 所以就是可以去模拟 就是说你只要有个地方有测到那个 那个大小 你可以模拟那个100公里的时候 会画多少 那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 一个那个地震区规模 那地震区规模 通常各地的那个地方 就是各个区域 他们用的时候 就是用ML 因为ML算的是最快 就是说它可以最快得到 我这个 它只要模拟一个地方 那个里震样100公里的地方 它画起来的那个 那个震幅大概是有多大 那这就可以 那地震区规模要去算那个破裂面的大小 然后呢 延时出道的程度 就是说 然后那个摩擦 摩擦系数 那日本也有那个 地震 他们叫做MJ 就是日本用的 但是日本用的 它帮我们测的是7.7 所以也不一样 然后那个大陆是用S波 他们就叫S波规模 就是说他们是MS 所以其实各国测地震 有根据他们 用什么比较方便 或者用什么 那个他们的仪器的布置的方式 还有那个 就是各国有不同的方式来算 那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资料 就是我们台湾自己 就像俱乐部的ML 跟美国的MW 因为MW 只要观摩6以上的 它在世界网都会有功夫 那我发现 如果是大的话 MW就会比我们台湾的大 那小的会比我们的小 所以也不是说 之间好像双方就只差一个多少 它那个是不一定的 像我有注意到 那个2022年 那个9月 9月18不是 那个池上有一个规模6.8的地震 那之前观山 先有个6.6的嘛 然后那个美国地质量所发布的地震距规模 它6.6的它是发布成6.5 然后那个6.8的 它是发成7.0 所以我发现大概以6.7为界 就是如果说比6.7 就是我们ML 就6.7大的 美国地质量所就会更大 那如果说比6.7小的 它会更小 就是我们台湾的ML 大概6.7左右 就是 就是比6 我们台湾比6.7 小的 那个你去看MW 它就更小 那那个比 所以我们那个6.7 我们说那个是6.8 那个MW 它比也算到7.0 就是2022年 9月18那个地震 所以关键是在6.7 这个数值就对了 好 6.7是一个分界 分界 对 但是你比较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那个台湾 你要比较 那个这次花莲的 跟那个 就是 你不要有的用ML 有的用MW 对 这样比就不公平 没错 你如果是ML 就全部用ML比 就是如果说你要比的话 我们921就 7.3 然后那个花莲是7.2 但是如果说 你要用地震局规模比的话 这次美国是7.4 那你不能拿那个7.4 去比我们ML7.3 因为美国定我们 921是7.7 所以 所以那个 就是921还是 就是以美国的那个MW来看 7.7还是比7.4的要大 所以说你MW跟MW互相比 那7.4是 那个7.7是大于7.4 所以921 不管是从地震局规模 还是从瑞士规模 都比那个花莲这次的 要来的大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为您访问的是 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 郭凯文 我们先请主任您休息一下 进一段台湖 台湖之后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我们为您连线访问前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 我们请郭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地震的专业知识 我相信大家在受到惊恐之余 其实真的也想对地震有多所了解 好帮助我们 未来能够在地震再度来临之前 能够有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它 采取正确的防范的知识跟相关的态度 那么主任我想继续请教您 在4月3号的地震之后 余震不断 余震的强度甚至于也非常可观 所以大家都会担心说 下一个地震什么时候会来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是什么说法 可以让大家提高警觉 但是却又不至于恐慌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就是说 我们对于地震的警戒心 是一定都要有的 因为大自然的力量 其实是很令人敬畏 而且是令人猜不透的 我举一个例子讲 就是说2011年3月9号的时候 日本外海 就是福岛外面那边 发生一个规模7.3的地震 因为规模7以上的地震 在全世界就很少见 就是一年大概平均18次 所以7.3绝对没有问题 大家认为说这个一定是一个主震 就2000后就发生一个 辅导更大的地震 就是9.0 所以我们地震系列有两种 一种就是老大第一个带头出现 就是最大的 就是主震 然后后面就是余震 然后余震通常它有一个趋势 就是会越来越小 然后当然有时候不时还会出现什么 像7的话就是不时 有时候出现一个6.5 有时候出现一个6.2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过去 它的这个规模6的余震的间距 就会渐渐拉长 然后5的也一样 就是说间距也会拉长 数量会越来越少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 就是主震带头然后余震 那另外有一个是前证主震余震 那这样的这样的序列比较少 大概只有5%左右 但不是没有 也就是说东日本大地震 就是之前有一个7.3 它其实后来是 本来大家都认为7.3很大的主震 那其实只是前证7.3然后9.0 然后后面它那个规模7以上的 还有11次 就是有蛮多的 那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地震序列 那我们台湾其实也有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2022 9月先那个9月17号 那个时尚那边有一个6.6的 那6.6在台湾也应该不小了吧 就是说那个我们台湾6.5以上的都就很少了 就不多嘛 那那然后大家认为说这是主震 可是9月18的时候 就来一个更大的来一个6.8的 那那个所以这个这个也是 就是我发现就是 你现在出现一个大地震 然后之后有更大的 是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机会不大了 就是差不多5%左右 是好那特别是啊 最近因为也有听众在问啊 就说那这个4月3号地震之后 嘉义也发生了很多次地震啊 那这个嘉义的地震 因为在台湾的西部了 那跟这个台湾东部的这个 0403的这个强震 两者会相关吗 其实是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你说完全不相关也不对 因为就是说就是我们东部 菲律宾海板块 挤压大陆板块 那个然后那个中央山脉 那个海岸山脉都在高山 然后另外中央山脉 也会把那个他受到的 那个海岸山脉推积的那个压力 往西去传导 往西去传导 但是不是那么直接 就不合一些活断层 那通常能量是存在 那个活断层里面 所以他那个能量的释放 跟他自己能量 就是说累积到某个程度 他是自己 就是一个系统 自己在累积能量 然后再释放 就是所以西边的地震 就是说嘉义的那些地震 跟我们这次的那个702的 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群的地震 互不干扰 然后那个也没有 那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好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最后再请教您这个话题 那很多人是说 那有的人有收到这个地震预报 警报这件事情 就手机都有简讯嘛 有的人说 我怎么没有收到 老师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像那个 与与雄长不可兼得 你要快的话 那个就容易出错 然后如果说你比较慢的话 那个疫情的时间又不够多 其实以前我们就开始发展 那个我还没有退休圈就开始发展 发展这个预警系统 可是你会发现说 如果我们以前那个全市报的资料 是不用的 就预警全市报 那这边可能要稍微花点时间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预警全市报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我们台湾很多气象站 很多地震的那个监测站 那地震不一定是发生在哪里 然后可是当有一些站开始收到 那个资料的时候 比如说有三个站 收到批波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可以做简单的定位 他一开始会把那个 三个站可以画一个三角形 那他可以把那个地震 设想成假设 这个地震是发生在这三个 三角形的中间 然后但是他就去模拟 你那个这样子那个对不对 那个他会 然后最初是只有批波 然后后面还会有批波 那批波有批波的速度 批波有批波的速度 他位置会去不断的去修正 所以时间隔了越久 就会有越多的站收到那个资料 然后那个也每一个站的资料 除了批波以外 批波也会渐渐收到 这样子如果说收到的资料 越完整 我们定出来的位置的 就是越准确 但如果说你一开始 如果说只有三个站 而且是很不完整的资料 有的站只有批波没有批波 那你这样子的时候 定出来的位置就不是很可靠 然后那个 我们如果说 最初我在 我退休前 我们是前四报都不敢用 因为误差很大 那等到第五报第六报你才用的时候 可是你又压缩了那个预警的时间 比如说你那个高铁收到我们的预警资料以后 就可以开始刹车 那你第二报就给他 跟第四报第五报 那个再给他 那中间可能又差了两三秒 所以那个 就是会有一点误差 所以这个就是预与凶掌的问题 你要快就不会准 你要准的话 可能又太晚 对对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机制大概是 好像前面第二第三报也在用 第二第三报都在用 那 然后他是 他是这样 他就是说 你测出规模 可能是在 那个五以上 然后那个 预估 这个县市 也会达到四级 这样子才可以警报 所以九二 那个这一次 那个零四零三的地震 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警报 我们还是有十二个县市 是给出了那个警报 那但是因为他是很早就发了 所以那个 他的规模没有估到7.0那么大 他可能只算到5.8 这样子 就是说 没有说有那么 不知道说规模会变得那么大 那但是 但是因为他是用前面几报的那个 那个资料 所以 所以规模没有预估到那么大 那 如果规模5.8的话 他预估 那个 我们台北这边 不会有 是 超过四级的震度 所以就没有发警报 这样子 地震的那个警报 就是 就是 强震及时警报 不是地震预测 不是地震预测 所以 当你收到 那个 地震的那个预警 就是说 有国家去警报 这些警报 如果过两分钟 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表示气象局 那个 只是误报而已 所以 不是说预测说 今天晚上会有地震 让你担心整个晚上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 这个是 给你 那个 争取这个 几秒钟的那个事件 去做那个 紧急的那个 避难 他不是 他不是地震预测 他并不是地震预测 所以 所以你那个警报 你要晓得说 两分钟没有 那就是误报 就完全不必理他 是 这次有一次 有误报吗 那 那个 那个 老百姓 收到警报以后 担心了一块 上午不敢睡觉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就是说 你 你收到警报 那个 两分钟后 地没有摇 就不会摇 这个就是 接下去 那个 误报 所以完全不用管他 就忘记这件事情 嗯 那 那个 他不是 地震没办法预测 他现在 不是 给你的这个讯息 不是地震的预报 这样的 哦 原来如此 哎呀 这真的是 帮一般的听众解惑 就是说 很多人会想说 啊 同样是这个 这个 手机 为什么我朋友有 为什么我就没有 于是乎 其实就会对一些 预报的 单位产生一些误解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没有必要 等到我们了解了刚刚主任你为我们解说的 在所有这个地震测报的过程当中 所采取的或所必须 这个考量的一些重点之后 你就会知道 其实啊 呃 要 要要 要发出这个地震的预警啊 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两难 呃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在挣扎 哈 OK 好 呃 各位听众 今天 嗯 今天早上志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前中央气象局地震策测报中心主任郭凯文 我们请郭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从专业的角度来为大家解惑什么是地震 我相信啊 大家在这个得到专业知识之后 应该要有更正确的认知去应对啊 这可能即将来的这个大的地震 好 我们非常谢谢呃 主任跟我们的分享 主任辛苦了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早安 爆马仔 好 我们把握时间来看看今天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 今天自由时报吧 未来啊呃新的内阁人士做了这个大致上的一个铺陈 那么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卓荣泰跟郑立军渴望内定政府行政院长 那么另外潘梦安公明星林又昌则分别要出任府院党的秘书长啊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呃这个非常重要的内阁人士的一个第一次有这样的披露 另外啊另外呃这个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还有联合报的头版头啊都谈到催生这个弹性的预音价六月就要开始事办呃 留停可以五天或七天为单位那么秦领津贴的方式是不变的好已经有六十三家公司企业愿意参与这对呃这个未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催生啊这个婴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另外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则是提到陆委会的主委邱泰山昨天的一段谈话 他说目前呃马英九前总统正在大陆访问啊大家都会关切这个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马席二会啊 但是呢邱泰山他说两岸有沟通交流都是好事啊强调呃马英九此行定调为私人身份 不应该给予太多政治解读跟期待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 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呃 志评也谢谢大家我们呃这个为这个在地震中罹难的呃民众啊来呃这个祈祷啊 呃当然我们也呃希望大家做好这个所有的防震准备呃 呃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咱们就明天再会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